欢迎各位来到罐头视频之等待一道菜 今天等待的是什么菜呢 来自于东南海岸县的一道名吃福建沙茶面 福建沙茶面里面用的是海鲜 所以你看到我们这里用的是有虾 还有那个豆泡 有墨鱼丸 花生酱和沙茶酱 这些都是要必备的 面用什么面呢 用那个碱水油面 如果你买不到呢 就买那些比较筋豆的面也可以 就千万不要去买那种清汤寡的那样画面那种拍足 背道出不来 所以呢 像这种你看 比较筋豆的油面就是OK的 另外呢 准备大鸡虾 土汁 头尾去掉 去掉以后干什么呢 煮汤 因为一会儿我们这个面的汤底呢 用的就是虾头虾尾煮出来的汤底 另外呢 我们这里炖了一个汤锅 做什么呢 金属鸡汤 今天的冰球鸡汤 要直接拿来煮面条 另外这个豆泡呢 就是切一半 这就根据你自己的喜好了 你要多就可以多放点 少就少放点 青菜 小青菜一切半 一会儿放两个就行 豆芽也一样 根据你自己的口感 你想放多少是多少 好 我们这里的鸡汤已经沸腾了 哇 好香啊 好香好香 面呢就看你自己想吃多少 这个面把它煮熟以后要怎么做呢 用清水沥干 然后沉到盘里 好 这个面条你看 这样就不会坨了 我们放在一边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虾汤 虾头和虾壳煮出来的汤 开始慢慢的变成了红色 下面要干什么 要炒的是料 锅已经热了 放一丁点的油 润一下锅 沙茶酱的量一定要放得足 这样的味道才会好吃 我们先来放两勺沙茶酱 一勺 两勺 花生酱 一勺 把它炒香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嘛 所以呢 个人还会有一些小的改动 这个是来自泰国的辣椒糕 也可以来一勺 味道就非常的东南亚了 倒入虾汤 然后放入鲜虾 要煮到它断生 断生就是煮到它发红就行了 好 捞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放豆泡和墨鱼丸 刚才切拌了豆泡 这个锅有点大 所以汤有点少 所以我们临时辨证 把墨鱼丸也放进去 开小火把它焖煮五分钟 这里在煮的同时呢 有些朋友他喜欢比较重口味的 你可以在旁边再放一些 蒜泥啊什么的 把它爆香一下 葱和蒜泥爆香了以后 放在旁边备用 把青菜和豆芽放进去 烫一下断生 这样我们准备装盘 其实青菜和豆芽是很容易熟的 再把几颗Q弹的鱼碗码在上面 最后一道工具 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具 就是把这个汤淋在上面 香葱和蒜末码在一边 一碗非常具有东南亚风情的沙茶面 就这么隆重上桌了 这碗面呢 在我这么近距离闻的时候 真的是我觉得很难录像 你知道吗 一直在咽口水 我相信呢 吃过的朋友 没有一个会觉得 这炒面是不好吃的 那在这里呢 也希望很多朋友 去到了世界各地啊 海外啊 你们尝到过这些美食 也可以通过这个节目 来跟我分享一下 你告诉我 你们那边有什么 特别好吃的东西 我也会在这个节目里面 用最简单的方法教你 这就是福建沙茶面 我这里下了两把面 我们录影棚里面 狼太多 所以这个面条 估计一人只能分到两三根吧 我愿意无听一讲 你好好 谢谢大家 我愿意无听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